既是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浙江省于瑶市近日暴雨成灾 官方救灾荒腔走板引爆民怨 数千人昨天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示威 抨击政府救灾不力 还有情绪激动的民众拿着石块 把政府大楼门前为人民服务 五个大字硬拆下来扔在地上 有人砸车泄愤 混乱当中多人被警方打伤逮捕